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后渐渐地朝向世界各国传播 然而佛教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最多人所公认的是东汉与西汉之间 这一系的传承我们称之为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基本上承袭大乘佛教的精神 它留步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 乃至越南等等国家当中 今天节目邀请到东吴大学林博迁教授来到现场 教授好 教授好 提到佛教传入中国这么多的时间点 请老师跟我们谈谈 旧历史记载乃至许多的传说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点到底为何呢? 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间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如果是以佛教的典籍来说 甚至我们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佛教 因为当时阿育王派遣使者到各个地方去 就已经有来到中国了 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 我们证实有记载的 应该就是在西汉末期 汉埃帝的时候 汉埃帝元寿元年的这个时候 当时就有派遣这个博士弟子锦炉 这个锦炉这个名字在这个 卫书世老字里面是叫做秦锦县 那没关系 反正就是证实这样的记载 那就是他到了这个大肉汁 大肉汁有这个死者 移存就传授这个锦炉 他浮屠经 这个就是说在西汉末期的时候 应该是佛教已经就有来到了中国 那么最明显的是 到了东汉明帝的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是相传汉明帝感梦 梦到了这个金人 头上有光圈的这个金人 就在殿庭碑 所以他就询问大臣 当时大臣来讲说 这个应该就是佛 所以就派遣了这个死者蔡英 到了这个西域 要迎请高僧跟这个佛经 那当时呢 在西域蔡英他就遇到了 射魔藤跟祖法兰 那么他们算是来到中国 算是证史上面有记载这个最早的 来到了中国就是洛阳 当时这个首都是洛阳 来到洛阳 所以这个汉明帝就帮两位高僧 就盖了白马寺 那所谓的这个白马寺 其实这个寺 它其实就是当时这个官属的名称 都叫做寺 比如说有洪卢寺 洪卢寺就接待外宾的 什么太常寺 太朴寺 所以这个寺它其实原来是官属的名称 后来就是把它变成了我们佛教 这个专有的名称就是寺 当然佛教的寺庙的这个名称其实很多了 招提 南洛等等 金氏 对 那梵雨 梵叉之类的 那所以就是寺是最常见的 那其实原来就是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官社有关系的 那白马寺 它叫做白马寺 这个白马也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我们看到的慧教的高僧传说 就是因为在外国有这个国王他毁灭佛法 毁灭佛法的时候 在半夜就有白马绕塔悲悯 那这件事情国王知道了之后 他就诚心悔改了 所以就没有再毁坏佛寺了 所以后来有很多的这个寺庙 也都会叫做这个白马寺 那这个是慧教的说法 再来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在水晶柱 立道园的水晶柱 还有杨炫之的洛阳切兰记 里面都有提到 说因为当时带来的就是有很多的金卷 那么当然这个相传最有名的就是四十二章经 是由白马陀经而来的 所以就是叫做这个白马寺 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正史上面有记载应该已经就是 西汉末到东汉时期这一段时间 那算是正史都肯定的 而且比较公认的 两汉之间佛教传入 老师提到的时间点 那我们再提到所谓的空间 也就是说佛教传播的路径 不论从水路 陆路 什么路线来到中国 又在什么地方扩展出去呢 这个关于这个佛教传来中国 或者说中国有一些的高僧 那他出了这个玉门观 阳观 玉门观 我们说阳观 西出阳观无故人 那阳观 称作阳 那他就是因为他是 我们说山南水北位之阳 那他就是稍微蓝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玉门观 出了玉门观以后 那就是到西域去 通西域了 那我们看到了 就是在汤用筒的书里面 讲到隋唐五代的佛教师 他讲到了当时悉行求法的 就是有五条路线 那前三条路线 其实等于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丝绸之路 那这个一条是走了天山的南路 一条是走的这个是天山的北路 那这个就是玄奘 玄奘呢 他出发跟回来 走的就是天山南北路 还有呢 这个慧超 他这个五天足迹 他也是到西域去 那这个也是走了 这个是丝绸之路 那都是出了这个玉门观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 跟西域之间来交通 所以我们说真正 虽然他有好几条的路线 但是这一条丝绸之路 这个算是影响最神源的 带过来的这个佛经 也是最多的 那那么再来还有一条 就是号称所谓的这个土藩 土藩道 那就是从西藏 然后穿越了尼泊尔 到了这个印度去的 那这个就是 就是达赖喇嘛 他不是从中国到了 穿佛教的路径 对 他从中国到了印度 但是我看传记 他的传记没有写到说 都是道尼泊尔 因为要经过不同的国家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他当时流亡的这个时候 经过那聂从神的这个神谕指示 就从西藏就樊山越岭 就到了这个印度来了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土藩道 还有一条的就是 意境他的《秋法高声传》 提到的 等于就是海上的思路 海上思路 从这个印度 到了这个苏门达腊 藻蛙 西南 马六穿过马六甲海峡 然后来到了这个中国的广州 那这一条这个就是 就是一条这个水路 水路 我们康生会 那他其实他就是 走这一条路 你是从哪里来的 来我们这儿是在做什么 平静是高智来到这儿 是因为就要一种活动的生活 全部都没有 高智来的 等一等一等一 你刚才说什么 活动是活动 活动 活动是什么人 来 你来看看 你来看看 这就是活动 但是他到底是走这个水路 还是因为越南 它是接壤在中国的 还是就是走路路 就是从越南 然后来到了这个中国 当然还是游得考 那但是主要就是说 有这几条路线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 当时水塘时期 有这样的几条路线 其实这个在古籍里面 就已经有记载了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 汉书的这个西域传 还有汉书的地理字 里面呢 都有相关的这个资料 讲到了这个出了这个 运门关以后 有几条的这个路线 这个甚至在这个卫书 也就是三国志的这个卫书 裴崇之柱的这个卫略 引用的卫略 西荣传 里面呢 也有提到 就是呢 这个就是中外交流的这个路线 他也提到了 再来呢 我们看到了 史记的这个大碗列传 还有西南移列传 其实这个当时是没 还是没办法通 但是呢 他们相信 其实是就可以通了 就可以 因为当时还是蛮多的这个贤主 那但是他们当时已经就记载说 这个应该是可以通 通到这个国外去的 那这个等于就是 这个后来的所谓的土藩道 那么再来一条 就是高僧传里面 也都有记载 汉书的这个地理制 讲到了 就是南方的 到南海的 一些的贸易之类的 一些交流 文化的交流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海路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佛教他来到了这个中国 他是透过了很多的路径 但是当然 以我们现在来说 这个都还是要舟车劳顿的 更何况是当时 那所以像这个 一些的高僧们 玄奘 法险 他们真的 这个 我看到了这个 玄奘学的这个传记 也是非常的感人 他说他所走的这个路线 当时他也没有什么指南针 各地沙漠 对 就是沙漠里面 然后看着太阳 它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 白天黑夜 然后地上 就是人骨 就是人骨 就循着这个人骨 这样子来走 那真的 都是要有很大的毅力 还有很大的愿力 才能够办得到的 实在太了不起了 真的感恩老师详细的说明 谢谢主持人 我想佛陀说法要具足六成就 而佛法传到中国 乃至世界各地 也需要许许多多因缘的成就 不论时间 空间 乃至人与人之间 我们真的要感念这许多祖师大德 用他们的生命 不论求法 不论传法 这一份的建议 我们今天才能够品尝到佛法感美的果实 真的 心存无比的恭敬 无比的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等会别忘了继续观赏高僧传 康生慧大师 我们再会 谢谢出家 设心担问 改武威华 两万三分 这位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听不见了 大家请多 订阅 我来慢慢说 给您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